這個先刪除好了 比如說台北市這個 特別注意喔 你要刪除的話 不要從網上刪除這個網頁 不然這個網頁就整個不見了 如果你只是暫時把結構 從它這個結構移除的話 你就選上面 那這裡的話呢 為什麼會有這種就是 拖拉過來 跟你看到結果不同呢 像我剛剛那個是台北市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 不要叫瀏覽 不要叫靈異瀏覽 叫台北市藥局資料好了 假設我這樣改過了 這個地方改過之後呢 我再到導覽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台北市的拖拉過來 你會發現上面的名稱呢 就會變成跟標題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這裡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名稱 跟這個你的 這個標題有沒有 資料夾裡面的標題是同步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名稱 如果你現在在這邊把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名稱好像太長了 我想把靈異瀏覽給它贊除 因為前面已經有靈異瀏覽了 我不需要再那麼多 那如果我今天呢 在這邊更改 改了之後呢 會不會是不是另外一邊也會跟著改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四個改過對不對 資料夾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靈異的部分也跟著改了 也就是說你改導覽上面的名稱 跟改這邊的標題是同步的 那邊改這邊也改 那再來的話呢 導覽 那最後你會想說 老師那你做這些要做什麼 其實如果說你今天要快速產生一個網站的架構 很快每一個網頁都可以互相連結在一起 因為23個網頁要彼此互相連結的話 可以運用一個功能就是所謂的共用邊框 格式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共用邊框 有沒有 但是呢 很多人都遇到一個問題 以前在Office 2002 就是Windows XP 以前一個版本的時候 欸 供應邊框點下去就好了 可是現在不一樣 2003怎麼樣呢 反而把這個功能呢 不是取消 是暫時不給你用 也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暫時把它 這個功能呢 它設定為不能用 那除非你把它打開來才可以用 那這裡的話要怎麼打開 特別注意喔 你還要去做一個設定 工具裡面有一個所謂的網頁的選項 網頁選項裡面你還要必須把 這一個 共用邊框有沒有 打勾 它才會 才可以使用 所以你必須到網頁選項裡面有個製作喔 製作裡面呢 共用邊框的部分打勾 打勾以後呢 按一個確定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而是裡面共用邊框就可以出來 那你會想 欸 共用邊框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把它點下去看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在左邊好了 因為上面已經剛剛有做按鈕 我不用重複嘛 那我就根據 所有的 包含導覽列 所謂導覽列就是它自動會產生這個 按一個按鈕 按一個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的部分呢 它就已經幫我們產生導覽列了 我們先打開 比如說 瀏覽資料點開來看看好了 有沒有 這邊就會出現所謂的導覽列 那這個導覽列呢 現在是文字 看起來不好看 怎麼樣讓它看起來比較好看呢 其實點兩下 在那個導覽列上面點兩下之後呢 請在額外的網頁這邊 有一個所謂的首頁打勾 副網頁打勾 那首頁的話呢 就是回到最前面index 那所謂副網頁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喔 最下層的副網頁就是它上一層 那第二層的副網頁就是在上一層 所以 這裡的話呢 我想你可以把它打勾 再來呢 你把它選擇首頁下方的直網頁 那我們以下方 所謂首頁下方直網頁就是說呢 第二層 當成是連結左右的部分 這個是第一點 這兩個打勾 然後呢 選擇首頁下方的直網頁 再來呢 樣式的部分 因為剛剛看到呢 這個文字不好看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很快的呢 改成圖 那你的圖要哪一種呢 這邊有很多 有沒有 按鈕很多啦 你喜歡的 像比較花俏的啦 或者比較複雜的 這邊都有 這邊 比如說 用這個 這個好了 簡單一點 然後呢 使用鮮明色彩跟 使用動態圖 這個圖形都打勾好了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你按鈕更漂亮一些 用這個好了 按一個確定 有沒有看到 你的按鈕馬上就出現 點兩下 如果你覺得這個樣子不喜歡 有沒有 再去找 確定 馬上又換一個按鈕 通通出現 然後呢 你將來呢 把它儲存之後 有沒有 去看的時候呢 那這些都可以讓你去點 可以把它點的到 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就自動產生 不過你要自動產生 這個共用邊框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導覽先做好 這個導覽的部分呢 如果你導覽還沒做好 共用邊框就不會產生 在這裡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花了這麼多功夫 就是因為你這邊做好的話呢 你一下子按鈕通通出來了 網站的架構都通通出來了 而且很清楚馬上就可以連結的到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這個部分 第一個要先把功能叫出來 網頁選項 工具網頁選項 在製作的這個頁面 把共用邊框打勾按確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去設定你的格式 共用邊框 然後呢 因為剛剛我們上面有按 有這個動態的按鈕 你就把它改成左邊好了 然後包含導覽這個按鈕 把它確定就可以 確定以後呢 在這個地方上面點兩下 選擇這兩個打勾 然後選首頁下方的直網頁 樣式的部分呢 自己去選一個按鈕的樣式 就可以一下子 就會做出按鈕出來了 不用花太多時間 這裡的話呢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